金华诚 金卫这一回当然也是精锐进出 除了由副署长亲自带队之外 过去有曾经侦办夺起贪污大案的检察官 张真韵也率领检察官们进行侦查 除了柯文哲本人之外 其实太太陈佩琪同样也是遭到了约谈 不过是被以证人的身份带回 那么一大早看起来的确也是有一点点憔悴 那么面对金卫的大战长 柯文哲也找来前特征组的检察官 为自己出马应战 那么或许在险庆金跟影响未被收押的同学 那柯文哲可能也就料到了 自己有可能会遭到搜索吗 因为今天柯文哲走出家门的时候 其实感觉上是相对淡定 还说已经先剪完头发了 不过说是在睡觉的时候有漏接到电话 所以才这么晚去开门 不过在面对访问的时候感觉就还蛮气的 他其实话讲得也蛮大声 他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 住家办公室中央党部都被搜索 是不是质疑这当中有所谓的政治力量呢 那么当然听起来柯文哲还是要帮自己喊冤的 不过目前人还在军讯当中 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资金问题呢 就有待调查 可是自身媒体人周遇寇却爆料 说柯文哲有威胁检调人员 说如果你们把我带走确定这样做吗 那可能今天晚上会酿成政治风暴 我们就进一步带你来关注 这次选进金现在因为这金华城案 已经被收押禁建了 所以在利空之下 集团的中工跟总史化 今天的股价是连昧的下跌 那么两党个股都同步放量大跌了 将近有3% 好那总史化甚至连三跌 直接跌破了10块钱 在今天收在9.73块 所以面对啊 这股价受到了连累 那么威京集团也发布了声明 说现在呢 全案都进入到了司法调查 说威京集团旗下的所有事业都不受影响 那么希望呢 不要有任何的牵连 那对于神经经来说 这恐怕又是跌了重重的一跤 虽然像这个沙场上面身经百战 但是他过去其实曾经这样子形容 他说我这一生呢 都在冲撞体制 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唯一后悔的是 是不该承诺当时中共跟中史化民营化的责任 虽然说他当时是从坐驾 直接变成了当家 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不过他说这当中他付出的很多 原因就是呢 让他本来满手现金的 到最后是负债 他说很夸张的状况是 他连一个机程车的钱都掏不出来 必须要仰赖纾困的这种爱将滋味 我们都知道在北韩 你是不可以看南韩的戏剧的 还有可能会因此被公开处决 不过这个北韩官方怎么越来越严格了 连中国的连续剧更定也不能看 这是北韩五六月份 他们颁布了一个近看的影片名单 好多洋洋洒洒的 像是梁山博与祝英台 也不准看 总编剧影员战火风云起 今天邀请到全球防卫杂志 前方主任陈国明来深入剖析 现在无人机越来越大型化了 那中国去进行研发 这种无人货机与利弊为何 现在美中科技战看起来 似乎没有听歇的意思 美国持续对中国的晶片业 祭出了法徽 现在据说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ASMO也要被限制了 据说有可能不准在中国 进行任何的设备维修 那恐怕北京当局会发出抗议 而至于中国的手机呢 现在好像似乎在全球 也都卖得很不错 来看他们的7月份成绩呆 出货量居然连增有 30.5%这样的数字 出货超过了2420万只 而至于他们的国产出货量呢 也很惊人 也超过了三重 看来啊中国国内 对于他们的自产手机 其实也非常的支持 那么有大厂啊 甚至还公开了他们最新的三舌碟手机 很多人喜欢去美式卖场买东西啊 不过我们要提醒您哦 如果你有买黄金商品的话 买的时候想清楚 因为好序多公布了 从9月2号开始呢 你买的这些黄金饰品 包括了金条金块金币 还有24K黄金金饰 很抱歉哦 不接受任何的退货服务 买之前一定要先看看清楚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银楼业者也说 当然是要避免所谓的消费者 钻漏洞 或者是有可能产生的 价差纠纷 中秋节快要到了 我们来看看台采公司 寄出了五款热门的游戏 加码 加码总奖金高达了5.3亿 想让自己变美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一生真的要顺学 我们来看看中国贵阳的这个女生 她气到不行 她说花了台币9万块 去做了双眼皮的手术 可是为什么要拿这张图片 去跟她对比呢 真的有一点哀怅 那是她说 她自己认为 现在的眼睛真的过宽 说真的跟这一只北上娃好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